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同鞋组上位 暂时无法取代软煤 00完全体 2.7万归人强度爆炸 0命级完全体 星期日光追放出 警员终于要站起来了 SP黑塔的一些消息 关于SP黑塔的一些消息 不少玩家推测 升星到五星后的大黑塔 也应该是冰至实 但停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不能太早的下定论 大致技能就是标记被引爆时 对持有标记的单体和其相邻目标 造成伤害 这样在虚构副本中 应该能轻松打除核爆伤害 毕竟支持命途角色 在虚构中表现非常不错 2.7版本新角色 星期日目前光追名字已经出来了 回到大地的飞行 其他信息暂时还未更新 为何迟迟没有星期日的消息 作为星体系第一位上线内限定府 还是有点危险的 考虑到星期日的人气 只能不担心官方会在他的身上下毒 不管怎么说 星期日消息迟迟没有放出 肯定和之前的事情有关 如果星期日真的是星体系辅助的话 那么警员很有可能在新赛道站起来 毕竟是热度第一的角色 官方怎么说也要照顾一下吧 更具体的消息 就要等10月23日2.6版本更新后 这样就可以看到测试服的技能组了 最新爆料 一些大佬已经放出了测试服中万贵人消息 灵命的SP停营 可以让流营超激破体系强度再次提升一个梯度 也就是说超激破体系能直接强度再次爆炸 前提就是该有的角色都有 就以21流营加00万贵人加10灵莎加00软眉举例子 伤害直接达到了144万多 同样的队伍随着角色命座和专武提升 又直接提升了一大截 关于大家讨论SP停营定位的消息 可以说作为喜欢用超激破体系的玩家 SP停营天赋提到了给敌方全体上debuff 陷入弱点击破状态后 重新获得一定比例的韧性 击破此韧性使目标行动额外延后 且再造成一次击破伤害 我方攻击弱点击破的目标时 基于攻击的渗认值 造成超击破伤害 正好在超击破体系中成为同鞋组上尾 但要等走出测试服后才能下之后结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